购车的时候很多车友不仅会考虑车的外观内饰,配置性能,车内空间容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尤其对人口较多的家庭来说,客载人数和后备箱空间有时候无法两全其美,内人有些为难 其实我们忽略了车主某些地方,如果加以利用,其实可以收纳更多东西 第一就是汽车椅背的后面,当汽车后座空间比较宽敞时,座椅背后的空间也是挺大的 乘坐者入座后,离前座还有一些距离,这时候可以利用空间收纳一些体积较小的东西 同时还不会觉得拥挤和不便 第二个就是汽车的座椅缝隙,别看座椅缝隙好像没啥用处,而且时间久了还容易积灰 平时清洁打理就极其不方便,其实我们可以在缝隙处放一个置物盒 然后把纸巾啊雨伞啊等生活物品放在其中 这样既利用了空间又省去了清理不便,一举两得,何乐而不为呢 第三个就是汽车的空调出风口,一般夏天的时候使用较为频繁 很多车里都是用夹片式设计,所以在平时不使用的时候 一些杂物刚好可以固定在那里,能节省一点空间是一点嘛 还有的朋友突发奇想,把水杯架置在那里 放上水后,夏天还可以喝到冰冰凉凉的水,真的是特别机智啊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利用一些小物件来合理利用车内空间 比如汽车挂钩,座椅收纳挂带和可直叠收纳盒等等 巧妙利用车内空间,如此一来就不会觉得车太小不够装了